岁末送温暖 加拿大蒙特罗的慈忌人 来到经常关怀的中华医院 陪伴老人们过耶诞节 志工们带来歌曲还有带动唱 让整个医院相当热闹 虽然呢他们都没办法回家过节 但是至少还有慈忌人 像家人一样的陪伴在身旁 慈祥的耶诞老公公 这回穿起志工服 唱起中文经典老歌甜蜜蜜 住在蒙特罗的方丹先生 每年都会跟着慈忌之工 来到中华医院 陪伴老人们过耶诞节 有经典老歌回顾 志工也准备了欢乐的带动唱 让这群爷爷奶奶 有机会动动手脚 活动一下筋骨 中华医院是当地慈忌之工 长期关怀的机构 每年都会举办耶诞活动 发送小福袋给院内100多位老人们 虽然无法回家过节 至少慈忌人的陪伴和关怀 能带给他们欢乐 大新闻 真善美之工 黄美琪加拿大蒙特罗报道 来把祝福 来到 多快 谢谢大家